魏莹的语气带了几分疏离 又隐隐有些戒备的味道 默然听出她话中冷淡防备之意 又看着孩子脸没小心的模样 心下隐隐一痛 许多话到嘴边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见魏莹仍在等自己的问话 默然压下心中酸楚之意 道 你 为何怕狗 原来是为了这个 魏莹一起 白日里陈王边问过自己 虽不知是何意 魏莹还是答道 我从小便怕这些 至于原因 想了想 魏莹道 许时又是背下过霸 我已记不大清楚 蓝湛坐在她身侧 听着有些心疼 她知道魏莹无父无母 是将丰眠收养她长大 相处这些年 魏莹甚少同她提起从前之事 想来是受了不少苦 默然沉默一阵 道 又是之事 你可还有多少印象 魏莹摇头 不愿多言 默然深吸一口气 忠实道 你可还记得 记得你的亲人 这几句问话 越来接线 魏莹微微醋眉 有些事 她并不想同外人说起 自她有记忆起 便是在江家 师父一家 对自己甚好 只是 既然离下的生活 她自然比旁人 懂得多些 她已想象江城那般 无忧无虑地 在双亲膝下长大 虽说师父管教甚严 他们却是 真真正正的一家人 可她明白 自己该有的分寸 少年时 她也曾 忍不住问过师父 自己父母之事 师父默默良久 半上才告诉她 她的父亲 应是战死沙场了 师父将她 从边关战场带回 亦不知她父亲 是兵关那位战士 如她这般的战场遗功 师父收养了不少 只是师父说 她有天分 才将她带在身边 亲自教导 自幼孤苦 无名无分 是未应心中 永远的一道伤 虽从不主动想起 但揭开 仍是追心之堂 我父母都过世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谁 克制地说完这句话 卫英起身 转身入了礼间 陷 蓝湛知道 卫英心里难受 没有阻拦 她看向坐在桌前的 二位长辈 只得到 到现现喝药的时辰了 二位黄收莫怪 默然看出 卫英倔强的背影 张了张嘴 却没有将人叫住 秀下握紧的手 无力松开 她要如何告诉阿云 面前这个一直冷言冷语 为难她的人 是同她血脉相连的亲人 她要如何告诉阿云 害她流落姑苏 颠沛流离的 是曾说过 要守护她一生的人 她要如何告诉阿云 何族寒冤被灭 那般惨烈的绅士 太过沉重 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蓝云明白 她心里难受 道 阿云事后不早了 我们 也先回去 默然沉默点头 出了营帐 冷风一吹 让人胸口松快了些 她颓然靠在营帐外 蓝云面上 满是担忧之色 此地人多眼砸 她将默然 带回了自己的营帐 服侍得工人街退下 默然抱住蓝云 难难道 安芝 我对不起这个孩子 我对不起她 蓝湛回到寝房时 就见到卫英环西 坐在床榻上 头埋进西间 将自己缩成了 小小一团 她愈发心疼 坐到卫英身侧 轻轻唤她 献献 她将卫英 拥入怀中 我在这儿呢 别怕 卫英久久没有回音 今日之事 却是被唐叔 问得语举了些 怕是勾起了 卫英的伤心时 两久 她听见 卫英低哑的声音 蓝湛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愣了片刻 蓝湛方道 好 她尊重卫英的意思 我在外头守着你 弱大的一间寝房中 至于卫英一人 渭水无声滑落 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那些素未蒙面的亲人 她曾经以为 江家慧是她的归宋 她会有一个家 她是能有一个家的 也能配拥有亲人的爱 可如今 城破家王 半分由不得自己 卫英逝去眼角青雷 方才蓝湛的怀抱 是暖的 她用尽全力 才能说服自己推开她 她不可能对蓝湛动心 她不能对蓝湛动心 那日的屈辱如在眼前 从一开始 他们就绝不会有可能 不知过了多久 卫英渐渐睡去 半梦半醒间 她似是察觉到 有人轻柔地替她脱去靴子 又也好被搅 而后 再无旁的动作 清晨的阳光照入营帐之中 卫英睁开眼 却见蓝湛坐在她旁 她为何住眼 显然还未醒 蓝湛身上的衣衫有些重 模样显得有些疲惫 卫英争了争 她竟是在这里 守了一夜吗 她稍一动作 蓝湛便惊醒了 见卫英已经醒来 蓝湛换道 线线刻意避开蓝湛 扶她起身的动作 卫英往里躲了些 安静到 陛下 只这么一句称谓 两个人的关系 彷扶又回到原点 蓝湛敏锐地 察觉到几分异样 这份感觉 让她心下隐隐不安 她不自觉问道 线线 怎么了 卫英沉默 这份沉默 更像是 距人约千里之外 蓝湛猜出她心中所想 伸手去拉卫英 又被人无情躲开 二人皆是沉默 蓝湛只是卫英的眼眸 她不愿再同卫英 这般下去 她与卫英调明 道 线线 我心愿你 卫英垂手 没有任何回应 淡淡道 陛下厚爱 卫英受不起 栏湛摇头 执着道 线线 你心里是有我的 对不对 就像在那一日 卫英情急之下 脱口而出的 是她的名字 这些年朝夕相处 你对我 当真没有半分情意 卫英避开她的目光 知道 陛下多虑了 她的神色格外平静 说出口的话 却锐利如刀 就好像陛下 唤演了一只宠物 养得久了 总会有些感情 她嘴角勾起一抹 嘲讽的弧度 可这些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